滾滾黃沙鋪天蓋地 用路駕駛長驅直入 卻彷彿要開進迷霧中 埃及遭遇罕見劇烈沙塵暴襲擊 除了首都開羅 繁忙的蘇伊士運河 也枝極漫天沙塵 新城高聳巨大沙強 場面震撼 幾乎要把人和船都吞噬 城市天空染成一片黃河色 能見度低到快要伸手不見五指 強風帶來濃厚沙土 迫使居民躲進建築物內避難 但樹木看板被吹垮 仍造成不少死傷 包括一名工程師步行上班時 被倒塌的廣告看板雜中身亡 甚至有人從四樓陽台被風吹落喪命 埃及鴻海港務局 一度關閉鴻海沿岸多個港口 並暫停一切海上航行作業 所幸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社群媒體上流傳各地多段驚人影像 猶如神鬼傳奇電影場景在線 埃及春天和夏初 經常受到沙塵暴影響 但如此異常規模的沙塵暴 在埃及其實並不常見 當局還呼籲大眾外出要戴上面罩 致命天災猶如末日降臨 讓人驚魂未定 三菱新聞全部的報導